桃園警方15号晚间移送一名涉嫌杀人未遂的诚信通气犯到新北地缘归案 结果嫌犯下车的时候冲撞警方落跑 随后在友人协助之下搭乘火车到南部的亲友家躲藏 警方随即成立了专案小组展开追气 19号下午在台南逮捕睡梦中的诚信嫌犯 也将追究友人协助藏匿行则 两名年轻人身穿黑色上衣走进车站大厅 但接着上月台时 少年已经变装换上白色衣服混入人群之中 搭乘火车南下到亲友家躲藏 因为他不但涉嫌杀人未遂 15号被警方送往新北地院时 还在地院门口冲撞远警趁夕逃脱 警方小心谨慎 这回还给少年靠上脚聊 因为陈姓少年15号被移送到新北地院时 趁着警员打开中控锁的瞬间 直接开启车门逃跑 警方获报后循现展开追气 追到了台南逮捕睡梦中的嫌犯 本分局立即携请铁路警察局 高雄分局 及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新银分局 帮忙查阅 嫌犯逃逸轨迹 本案依法争处 并将查救 嫌犯有人协助常逆之相关刑责 少年变称怕被关 所以落跑 但逃脱事件让警方面子丢光 桃源分局表示 将依法追究远警相关疏失 另外也将查救 有人协助常逆的相关责任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